功夫里面神雕侠侣出现真实版了哦 这是新北市呢 有一对这个国小夫妻党的老师 教学生的方式啊 就好像这个包租婆施吼宫 包租宫太极拳 女老师呢 对学生施吼骂二十分钟 那他的先生也就是这个男老师呢 拳打学生 被学校呢各自借了一次申戒 原来是男同学在走廊 被跳跳绳的同学打伤 向该班级的理性女导师反映 李老师叫好几个同学排排站 要求当场指认凶手 更大声吼骂二十分钟 事后家长出面心疼 孩子受创 夸张到几点那在肢体动作上面来讲 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子要用这种暴力去施压吗 我觉得这比肢体暴力还严重 李老师他平常的这个讲话的音量是比较大 当天的状况呢 他的这个音量确实是让孩子在这个接受老师辅导的 这个管教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是会会感觉到这个压力跟畏惧 所以他才会会哭气 而李老师先生在同所学校教书 男同学抄袭作业 却出拳打头捏耳朵拍背 他强调只是顺手拍头 没有捏耳拍背 校方调查 夫妻党老师行为适当 各计一身界 他在这一身界里面的这一身界里面的